在漳嵐面前 人間的愛往往有最真摯的展露 在土耳其地震震區當中 一名七歲女童和她的弟弟 同樣被困在牙齒之下 被帶石塊紮住 一名七歲女童 用手保護著弟弟的頭部和身體 一直維持了17個小時 黎巴亂常駐聯合國代表失法 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時候表示 這對小子弟已經成功獲救 更加希望透過分享這個畫面 令人感受更多的精能量 不少網民亦都留言帶責 小女孩的行為令人動用